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外國那裡 第一件事就是有個移鷹的黃絲 相信大家都聽過他的名號 稍後再告訴大家是哪一隻黃絲 他罵爆張敬軒 蛤 不是黃絲教主的朋友來的嗎 是 但也被黃絲罵爆 可能就快捨棄張敬軒 但你不要突然變回正常人 然後又說要回大陸賺錢 張敬軒罵他出新歌MV 唱衰香港人 叫人不要去移民 是不是真的 我們待會兒去看看他的新歌為何被人這樣罵 然後還有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美國的女軍官 她被揭發就是用她的強權 是軍官來的 以上教的職務 去淫了很多個男士兵 到底他怎麼做到的呢 蛤 一後多黃 搞什麼 我有想過就是用她的強權 弄個一後多黃出來 不過我怕被人黃標 所以就唯有在標題上不寫 就現在現場的時候跟大家說說了 到這件事怎麼樣呢 我們都一起去看看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陣好留言 訂閱文件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近來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人 這兩年 移民 移民去哪裡多呢 去台灣多 同聲同氣 結果台灣不歡迎他們 有些人就二次移民 或者有些人直接移民去英國 為什麼移民去英國 因為英國容易 暫時來說容易被他們留下和花錢 因為有BNO5加1計劃 以前還要有LOTR 現在還要加上那些什麼什麼 避護 難民避護 所以是 很多種方法 令到他們覺得 移民各個那邊都容易 但是 重新適應 融入社會 結識朋友 找工作 是否那麼容易呢 一點都不容易 大家都聽我說得不少 有很多不同的真實例子 有些人甚至乎 連家 連家都散了 很慘 而歌手 張敬憲 你知道 他很 旺下 在一個星期之前 4月20號 發佈了一首 全新的單曲 叫做 隱形 遊樂場 那麼隱形 對呀 沒錯 這個 新歌裏面的MV 裏面看到 背井 離鄉 的東西 即是離鄉別井的東西 有些移居外地努力展開生活的香港人 引起了他們身處外地香港人的一些共鳴 不過 雖然有人就覺得 哎呀 阿謙謙真好 弄一首歌 即是位置他們 不過 有些移英的 黃絲 罵爆他 就說那個MV的內容 賣慘 善情 是曲線叫BNO 不要移民 管他們 走 叫他們不要事 這個 移英的黃絲 KOL 是什麼人 他是黃絲界的笑話 但是他不怕成為笑話 厲害 他叫做什麼 香港老師也移民 在香港的一個老師 不過 黃絲 知道自己沒得做了 找不到吃 就 怎樣也好 怎樣也好 他就去了 英國那裏 重新出發 不過 他生活都 不是說十分之好 他在 24號的時候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 專頁裡面提到自己 看了這個 張敬軒新發佈的 隱形遊樂場的MV之後 他不覺得隱形 他說完全感受不到任何正面的訊息 只是有一個感覺 而這個感覺就是 只是感覺到香港人在英國好 淒涼 他中間是有個粗口字的 例如 老人家適應不了 扔了蓋 扔了蓋的意思就是 奔天了 或者是 下去了 我不知哪 但是老人家 承認不了 是很正常的 你怎樣適應 有錢當然適應 你沒有錢 適應條命嗎 那就條命都拿出來 還有啊 不是適不適應的問題 英國現在 COVID也很厲害的 新冠也很厲害的 沒有停過 不過 有時候有病發症 玩完就玩完 你看張敬軒的老爸 差一點都 沒有了 幸好中國的醫療系統 很好 共產黨做得好 救回他老爸 那麼他呢 就說了 除了老人家適應不了 釘過了 還有一隻年輕人 搬貨 全日 都是一個 麵包 陰公豬 生活真的很淒涼 淒涼到要哭 而年輕女 去到酒吧 又做不成 你知道人家很開放 你又不是那麼開放 人家會以為你很喜歡吃 就是 洋人的食物 例如腸 那樣的東西 誰知道原來又不是 當然做不成 你又包不了人家開心 人家就 不夠開心 就做不成 還有啊英文那麼差 唉 做條鐵嗎 真是 跟著呢更加說了 即是每個人呢 都因為遇到不同的難處 而感到過一些的難過 簡直是個個都 哭了 好 淒慘 是啊 有粗口的 沒辦法啦 但我不要說 我不說的 他繼續 就說了 如果香港人 並非移民留在香港 看完NV之後更加 一定不會移民英國 他反問 NV裡面 為什麼沒有香港人 在英國的風光一面呢 神經病你都要有風光 面線一格 大哥 你看你自己 多病 風光 有誰 移英的 BNO 是真的風光的 你是風光的 你就不用用BNO移民計劃 你就直接投資移民 你就直接那些專財移民過去 去吧 夠錢用 就不用用BNO 移民的了 是不是 所以 香港人 這些這樣的BNO 在英國 有風光一面嗎 不好意思 真的沒聽過 哈哈 如果 有很多移民 沒辦法 踩單車送外賣 哎呀 一輩子都沒踩過那麼多單車 一輩子都踩不夠我現在一天的單車 我看 回到家 眼前 手撐起來 沒有試到 這些叫胖 這叫什麼 幸福 不是從這裡 怎拍的 接著他批評這個TV 就善情 誇張 片面 都 caterpill 說影片裡面都不傳言 是已經香港人的真實全面情況 那都佔九成 他說亦都感受不到任何的正面信息 沒辦法管理到香港人勇敢地面對移民的困境 明明想著移民是活得更好 誰知是活得想投脫 然後就活得更好 那怎麼辦呢 更加說陰謀倫地質疑這個MV 是曲線地做大外宣 勸退BNOR不要再移民英國 他亦提到張建軒的組織是北京 出生和成長都是廣東 家人也是共產黨 不是正宗的香港人 不過就未知和MV的內容有沒有關係 真的不知道 但是網民留言就說 一幕奇妙之處就是不同人看同一個MV 聽同一首歌都有不同的看法 都有不同的感受 看一件事是正面或是負面 是自己選擇的 那些人在香港 明明是生活得很好 一個月賺十萬八萬 去到那裡一個月賺八千九千 不是一樣可以說自己過得很好 呼吸住自由的空氣很重要 不過是七離子散 都不要緊 為什麼? 呼吸住自由的空氣很重要 明明每天在香港 大魚大肉去到那裡捱麵包 那麵包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那就健康一點 在香港不健康 大魚大肉 OK? 你怎能看 你怎能解釋 有些人說 再者 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雖然有些人是風光的 不過不可以忽視 其實每一天都努力 正在生存的那一班 是 努力正在生存的那一班 記住 去到那裡 生存才是最重要 生活已經是後話 在香港明明是生活得很好 但要去到那邊 就變成小強要生存了 黃子華也有說 這些其實是否就是 那些人說 寧願在寶馬上哭 都不要在單車上笑 但問題是 他不知道 有些N手的寶馬 可以是萬多元 甚至乎幾千元就買得到 而一些漂亮的單車 可以是幾萬元 實至乎去到十萬以上 我都見過 他們不知道 一定不知道 我們講第二件事 講美國 講完英國那些 講美國 美國厲害了 美國的軍營 是變成了別人的後宮佳麗 三千的朋友 不過這樣 佳麗是男人 又搞過什麼 不是 那個事主 是女人 就是 一後多王 哇 禁警 沒錯 那個 女軍官 有強敏 那些 那些 男士兵 又搞別人下面 等等的事 美國一個女性的陸軍上教 都高職位的 上教 那個教之後上面就是 將軍 很高級的 還有女性 你說 多厲害 小嫌性侵下屬 遭到調查 據稱 他曾經 強敏幾名的男下屬 還要用力 強行用力 插入人家的庫囊 不知道畫些什麼 還不知道畫些什麼 OK 根據美國媒體報道 福熱在美國陸軍的 第五安全戰力支援女 那裡有個叫做蘇利文上教 他涉嫌 最少對兩個的男性下屬 進行性侵犯 除了曾經強敏他們之外 還直接是用手 就找了東西出來玩 啊 真是厲害 厲害 除了性侵之外 他還面臨其他性騷擾的控訴 有很多個的下屬說 他曾經在公開的場合 以性相關的言語 去欺凌和騷擾很多個的男下屬 等這些下屬不堪其擾 你應該不相信 你應該不相信 不要啦 你不要再騷擾 你來啦 是不是那些 OK OK 然後他了解 目前這個蘇利文 仍然在他的崗位上服役 但是他的上司 那個女的指揮官 即是那個女 那個女不是那個女 那個女是 這個女是 旅行那個女 女師那個女 那個女的指揮官 叫做喬立森 因為已經是濫用職權 而貶低他的下屬 然後就營造有毒的環境 遭受到停職 這個第五岸前的戰力支援旅 是由工程師所造成的 主要是向日本、蒙古、泰國等等 不同地區的人 不同地區的國家 提供一些支援 這個蘇利文 在2021年6月份 就成為安全戰力女 戰力支援女 的第一位女性指揮官 他在被任命的時候 他就說 他作為一個工程師 在陸軍裡面 服役了二十多年 多元的文化和包容 令到他們變得更加強大 他想告訴女性 總之不可以 不可以被任何人限制你 所以他就走去 直接 我知道什麼叫直接了當 他這些就是 直接了當 OK OK 厲害 厲害 不知道他懂什麼中文 真的 你說 美國是多自由 一後多王 在軍聯裡面 就玩了 你說 你說多厲害 多厲害 跟我們台灣島那邊 就真的 不相伯仲 真的 不知道大家 怎麼看 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告訴大家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陣子 留言訂閱文潔新事路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